开罗啦 开罗啦 龙家主办的一年一度道歉大赛又开始了 你还不赶快报名啊 这个比赛听起来好奇怪 比什么的呀 比谁道歉道得诚恳 道得亲切 比谁危机公关做得好 实时务者为俊杰 好吧 那如何报名 在哪报名呢 嘿嘿 只要你公开发表 辱华言论就可以获获参赛资格 随时随地 今年的种子选手迪奥已经入围参赛了 他们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要道歉啊 迪奥11月初在上海举办的艺术展上 中国时尚摄影师陈曼拍摄的一幅作品 已发全网争议 陷入辱华凤博 照片中是一名身穿传统服装 手拿迪奥戴飞包的东方女性 拍出了时尚女性骄傲的矜持 彰显自信迷人的女性之美 这算是辱华吗 你看看 这厚重眼影 眯眯眼 一脸雀斑 土豆脸 再加上这清朝头饰和护甲 这不算辱华吗 道歉 你这不是在自我脸谱画 标签画 然后给别人扣帽子吗 是欧美人在刻意丑化中国人的形象 拍出这种照片呀 让我完全感受不到创作者的善意 我看是特意个影人的吧 嘿嘿 再说了 这也太没有购买欲了 道歉 你为什么不能摘掉有色眼镜 用单纯的眼光看待艺术美学呢 这张照片 啊 妖风邪魅 是阴间美学吗 我用三秒观看 却要用一声去治愈 道歉 我承认东西方的审美取向确实有色不同 但不能说是刻板印象啊 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美的标准不应该千篇一律 嘿 我说 美的门坎是太高了嘛 这湘西感尸的造型 堪称迪奥本咒院 道歉 中国明月和中医走出国门得到世界的认可 你很开心 为什么东方女性只没得到西方的认可 你会玻璃心 你伤害了我 还一笑而过 因为她没有得到你的自我认同 丹凤眼本是东方美的特色 而你却觉得是丑的 一个自信的民族 应该自我认同 而不是自我否定 你不是总说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吗 不是西方世界对东方的刻板印象出了问题 而是你对自己的刻板印象出了问题 这个意思是中国人不懂艺术欣赏了 抱歉 不是中国人不懂艺术欣赏 而是有坏人在背后带风向 我不管 你们都给我道歉 道歉 道歉 诶 若静若离的 我在你内心听到了一个声音 呃 什么声音 玻璃心碎一地的清脆 podría你aga 我aja 你从来都不想听 却又淘 cit 有道路 却又淘 cit 我 我不进 鲜切 中文字幕志愿者